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陈宇飞 很多人都以为吸一次毒不会上瘾 甚至抱着玩一下没事的心态去吸食毒品 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 因为毒品基本上吸一次就能上瘾 而要想戒掉却是万分的困难 毒品会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造成极大的伤害 同时也会给吸毒者的家庭和亲人带来巨大的痛苦 但是要想真正的远离毒品 拒绝毒品 还需要我们对毒品有一个更加真切的了解 你的皮肤已尽紫黑 呼吸如抽搐状 只有吸气 没有呼出 心脏起搏困难 血也不能循环 想救时用尽所有的手段 但是药液都无法有效地输进体内 一切都在向绝望的终点迈进 这是四川滋阳强制隔离戒毒所里 一名学员写下的日记 这名学员名叫阿杰 今年三十二岁 阿杰在戒毒所不是年龄最大的 但是吸毒时却长达八年 从大麻冰毒到海洛因 他无一例外地一一吸血 就是造成这个吸毒的原因 和不光是那个某一时刻的因素 我觉得跟从小的那种环境 还有就是自己的一些经历 都有千丝万里的联系 二十四岁以前的阿杰 曾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是某省级电视台 一档娱乐节目的主持人 阿杰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更是家里的掌上明珠 祖孙三代单传 他作为唯一一个孙子 自然被长辈像众星捧月一样 不仅百般受宠 同时也养成了他放荡不羁的个性 像我妈以前从事过文艺方面的 希望我在这方面有所发展 或许是因为遗传的原因 阿杰从小就具有浓厚的艺术细胞 被全家人视为宝贝 阿杰几岁就开始学相声 打快板 弹钢琴 练形体 父母亲人 周围的长辈 都对他寄予无限希望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 阿杰一天天长大 但是亲人的溺爱 并没有让他感觉到快乐 相反 开始和家长对着来 家里人越是反对的 他越要宁着做 当面不做 背地里也要做 读初中的时候 叛逆的阿杰学会了抽烟喝酒 就开始抽烟喝酒 这些都是小事 后来慢慢的那个 包括早恋 谈恋爱 在这种情况下 家里边就觉得 不能再 让我在学校里面待着了 阿杰就这样 成了学校的刺头 到后来 发展到逃学 整天在社会上游荡 不忍心看着阿杰一天天堕落 家人想了很多办法 也为他操碎了心 就在这时 一个文艺团体 来当地招演员 凭着从小就打下的文艺基础 17岁的阿杰 幸运地成为了一名 专业艺术团体的演员 然而好景不长 没过多久 散漫惯了的阿杰 又离开了歌舞团 回到家 开始了游手好闲的生活 最后 在父母的劝说之下 阿杰总算考上了南方一所大学 就读波音主持转业 那段岁月才是最纯洁的 最纯净的 最富有激情的 没有任何可以让自己觉得不快乐的东西 读书的日子是快乐的 但是游荡惯了的阿杰 根本受不了纪律的约束 没过多久 她又厌烦了校园生活的倾苦 变得不安分起来 她开始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接触 开始过上了花天酒地的生活 上学期间 她还私下接一些酒吧 夜总会的临时演出 在一些娱乐场所里 阿杰开始近距离地接触到 一些吸食毒品的人 一开始 她一直提醒自己 千万不要碰任何毒品 但是这样的信念 并没有持续下去 在一次演出结束后 喝了酒 她被演出公司的副总监 带去宾馆玩 她怎么也没想到 毒品会由此进入她的生活 彻底毁灭了她的情形 前途 这是阿杰第一次吸毒 好像是一个什么团体的副总监 她就说这个 干脆让不着 大伙儿这个 这会儿都喝得差不多 要不我们捡下酒 我想还有什么能解酒 她就拿了一袋出来 里边全是烟液状的东西 我们一点 就像吸烟这样 点了之后就往里吸 酒精的作用下 阿杰变得疯狂起来 屋子里的所有人也开始了疯狂 如果屋里边有一个人开始笑 得 整个这房间里面的人 全得被他那笑声带起来 然后大伙儿哈哈哈哈地笑 一直笑到什么呢 笑到肚子疼了 摔地下了 才能停 慢慢地觉得 心里边也不怎么想 那就完全这种心理防线就丧失了 阿杰的大学生活 就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结束了 毕业后 阿杰很幸运地在一家省级电视台 找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 作为一名主持人 他的工作生活过得很轻松 也很潇洒 少年得志 恍惚所以 过去桀骜不驯的感觉 又回来了 那年我才24岁 说不出的那种 少年得志 朝气蓬勃 总觉得 好像生活奋斗到现在 也不过如此 其实就是打心眼里 想寻找一种 刺激 寻找一种 就是更大的满足和快感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阿杰的心里更多的是痛 他很清楚地知道 这种刺激 满足和快感 实际上 就是心理上 对毒品的依赖和上瘾 渐渐地 过去稀释的毒品 大麻 已经无法满足它了 当碰到那个 冰毒的时候 你就水到去尘了 你就一下就收拾不住了 总觉得 这个没什么 对之前 所要关心的任何事情 都表现出一种淡漠的感觉 包括我们 做节目 我记得我就是 我就是因为吸毒 有几次直播时间都错过 这个影响就造成特别坏了 2008年 阿杰因为吸毒 被电视台辞退 回到老家四川成都 这一切都让家人震惊不已 但是父母的暴怒 不仅没有换来她的反省悔改 反而让她更加变本加厉 从大麻到冰毒 从冰毒再到海洛因 阿杰疯狂扭曲 无休止地吸食毒品 就开始玩命地作自己 不光是开始溜冰了 就是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我第一次尝试着接触了海洛因 没有工作几乎断了阿杰所有的经济来源 身无分文的阿杰 为了满足自己的毒瘾 开始伸手向家里要钱 少则几千多则几万 我就是这么久 全是靠家里 以各种理由 以各种方式 问家里边 这个 就是 要钱吗 当然就是 肯定 就是 不可能几百啊 几千块钱这么要 是吧 就是 多得几万块钱 那个 拿了这钱之后呢 做一些 小的这个 生意什么的 其实所谓的生意就是 那个 以饭养兮嘛 就是自己 拿了一个 稍稍多一些的毒品 然后分成小包 然后 去 那个 去 给这个圈子的人 分发嘛 在毒磨的控制支配下 阿杰由人变成了鬼 变成了毒磨的化身 就是所有的平和亲切 善良 纯良 全部不见踪影 表现出的状态 就是极度的争鸣 而且 那种嘴里 那种罪恶感 我现在都无法形容 为了能够 止住身体 这种隐僻 可以做任何事情 任何事情 好好的一个孩子 就这样走上了吸毒之路 溺爱 是一种无原则的迁就 在阿杰吸毒之路的 每一个环节上 如果有人加以制止 加以约束 我想天资聪慧的阿杰 或许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不会这样 让人扼腕痛惜 我国2008年6月1号 正式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禁毒法第47条规定 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 是两年 所以对于阿杰来说 在强制隔离戒毒所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要走 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安排 2015年11月6日 四川滋阳强制隔离戒毒所 学员老赵 在戒毒所干警的陪同下 回到老家 去看看刚刚离世的附近 回到家时 老赵才得知 父亲火化后的骨灰 还存放在殡仪馆里 他和家人随即前往 亲人的离世 这样的告别方式 让年近50岁的老赵 百感交集 老赵的父亲 今年78岁 2015年10月29日 他突然接到哥哥的电话 告知他 父亲已经离开人世了 老赵不相信 或者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父亲拖着年迈的身子 不仅养大了自己 还在照看着自己的女儿 而他却因为吸毒 复兮不停的被抓 如今连句道歉的话 都没有来得及说 父亲就这样不甘心地走了 47岁的老赵 吸毒史长达22年 现在已经是第五次 被强制隔离戒毒了 1993年 当时他在一个建筑工地 做项目负责人 有一次 一位从小就在一起玩耍的朋友 到他家里玩 老赵就看见 他朋友拿着白色的快装物 在吸食 吸到嘴巴里面 所以嘴巴里面腾到毒 但是我们觉得很生意 在哪儿 又没加到个毒品 就觉得很稀奇 他说是海洛因 刚开始吸食海洛因的时候 老赵并没有意识到毒品的危害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吸就再也不能停下来 仅仅三年时间 为了满足自己的毒瘾 他不停地购买毒品 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三年的时间 所有积蓄都 三年 当时多少钱 都是 二万年 眼看着家境的败落 和日益恍惚的老赵 忍无可忍的妻子和老赵离了婚 留下两岁多的女儿 交由老赵父母护养 为了帮助儿子戒毒 老赵的父母 想尽了各种办法 戒了 十两天 有点染上还是 染上过后 就七年 本父亲就 我送到 派索金 他说 就送到这个里面来 老赵戒毒 两年 就七年 本次第一次 从戒毒所出来 老赵对毒品的心引 并没有完全接触 当他回到原来的朋友圈 又开始吸毒 因此 身无分文的他 通过各种手段 从家里拿钱 有一次 做房地产生意的父亲 收到一个购房者 交来的三万元定金 老赵偷走三万元购房定金 远走云南 老赵第二次 被强制隔离戒毒 一年后 他解除毒瘾后 回到四川老家 为了让他远离毒品 家里给了他几万块钱 帮他办起了火锅店 生意不错 也赚了一些钱 但是好景不长 一年多后 在附近一家 开歌舞厅的老板的 拉拢引诱下 老赵再次负气 这一次吸毒 不仅花光了 好不容易赚的 十来万元 而且还被迫 卖逗了他赖以生存的 火锅店 2007年 老赵第三次 被当地警方强制戒毒 出来后 他无脸见父母 只得外出打工 短暂消停一段时间后 管不住自己的老赵 到2011年 又因为吸毒 第四次被强制隔离戒毒 这之后 老赵又重走吸毒老路 直到2015年8月 他第五次被强制隔离戒毒 就这样 二十多年来 老赵在吸毒 戒毒 复吸 再戒毒中 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 不仅折磨着自己 也折磨着家人 尤其是他的女儿 因为一二十年 女儿已经二十一世 当时女儿跟你怎么说 女儿全都不要洗脑 所以在洗 所以我们 都长大了 朋友都不好耍的 朋友都不好耍的 男朋友都不好耍的 我跟女儿生活出来 不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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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 老赵深知吸毒的危害 像这样痛下决心 永不吸毒的誓言 也不止说过多少遍 有着二十多年吸毒时的老赵 今后的路到底会怎样呢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徐毒人员 这个我们在所里面 把它戒断了 应该是非常好的事情 他是很容易走上 复习的道路 有些我们所里面 有两次 三次 四次 甚至十二次 再送到我们所里面来 戒毒的 针对戒毒者出去后 复习率较高的问题 戒毒所也做出了新的尝试 他回归社会之后 我们的盖境 在一年之内 还要继续跟他联系 保持联系 要指导 帮助他戒毒 同时解决他个人 或者是家庭遇到的 什么其他的困难和问题 有一首关于戒毒的歌 歌词是这样写的 鸦片 冰毒 海洛因 样样都是白骨精 心已写来 要你命 生不如死 难为人 他非常形象地描述了 毒品的可怕 而要让这些吸毒人员 戒除毒瘾 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最难的是戒除他们的心瘾 怎样才能成功的戒断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为了帮助吸毒人员戒毒 在强制隔离戒毒所 每天都会不停地播放 这样的视频 时刻提醒着 人们毒品的危害 在毒品作用下 吸食者会发生许多不可控的行为 如吸食者使用摇头丸后 会出现幻觉疯狂摇头 很容易摇断颈椎 同时 疯狂的摇摆 还会造成心理呼吸衰竭 2010年5月2日下午五十许 吸食了冰毒后的文梦菲 出现了强烈的被害妄想 她先是回到追杀自己的同居女 接着又四处寻找 要加害自己的人 当她白发苍苍的父母 闻讯赶来劝阻时 令所有街坊和路人震惊的一幕 出现了 这样凶狠的杀戮 别说是一对年过骨细的老人 就是一个青庄汉子 也会当场丧命 光天化日之下 如此残忍的杀父师父 让震惊之后 无比激愤的民众 群起最大的这个逆子 昔日的电视台主持人 家中桀骜不驯的小霸王阿杰 变成如今戒毒所的戒毒学员 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环境现实 让阿杰很难接受 她成天处在郁闷和自我封闭中 也不想和任何人说话 我跟这环境完全格格不入 总结这些人呢 这都是什么下灾烂下酒油的是吧 实际其实自己怎么跟他们其实完全一样的嘛 只是自己当时心里边起作用 觉得哎呦我怎么就到这种地方了 阿杰萎靡不振的状态 很快引起了负责戒毒所文艺工作的 陈雪梅景观注意 她详细调育了阿杰的个人简历 让我们学会了尊重生命 安保生命 阿杰重新投入艺术的热景 让陈雪梅景观 看到了她从内心热爱艺术 积极向上的一面 为了巩固她的进步成绩 陈雪梅景观 再次找到阿杰谈心 沟通 希望她从自己喜爱的艺术中 寻找到力量 去化解心结 摆脱困境 我说这样吧 我说我给你个平台 你到我们文艺术来 他当时觉得 他说因为文艺术是严格挑选的嘛 一般不收人的 他就说我能行吗 我说你男性 我说你看你的普通话这么标准 对不对 我说你当文艺兵的 你的快板打得这么好 对不对 你要对自己有平心 看了好吧 没警官 在陈雪梅景观耐心 热情的帮助下 阿杰将自己擅长的吹拉弹场 文艺特场充分发挥 打快板 说相声 抱墓 当主持人 扮演情景剧角色 只要自己能参与的 她都乐此不疲 这是她亲口跟我说的 虽然丢了很多年了 但是我相信呢 能在 这个舞台 戒头锁 这个小舞台上面 能够把你的所有自我都展现出来 能够把你自我的价值都发挥出来 然后我就特别认同她这句话 在这个名叫蓝莲花艺术团的特殊团体中 阿杰和学员们一起尽情地释放自己 释放他们久违的激情 他们的每次演出都得到观众的一致认可 一次演出后 心情激动 兴奋不已的阿杰 在日记中 写下了她重新登上舞台的感受 我又一次活跃在这样的舞台上 从开场序序电声乐队的键盘手 到整场会演的暴墓主持 再到情景剧里的主要演员 我在不断地变换角色中 散发着我所有的光热 这一刻 才叫真正意义上的活着 重新召回自己的阿杰 对于怎样戒毒 如何获得新生 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 我到现在都认同美景光国说的那句话 就是戒毒的方式有很多种 但是还有一种方式特别独特 就是以艺术之名 让你忘却毒品 重获新生 我觉得我特别认同他这句话 其实我们戒掉毒品 其实我自己这种戒毒的历程 就是在艺术中得到升华的 得到改观的 如果是没有艺术的掺和的话 那我觉得我都不知道 自己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其实呢 大多数吸毒人员最初都不是主动去吸毒的 他们常常是在浅薄 幼稚的认识支配下 开始沾上了毒品 这其中最大的危险 往往来自于他们试一试 尝一尝 不信他会有那么神等等轻率的态度 这些涉事未深的孩子们 因为放任自己的好奇心理 甚至会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手段 去靠近毒品 观察毒品 目睹吸毒者的现实行为 然而在吸毒之后呢 即使对毒品的害处有了一定的了解 却已经抵挡不住毒品的魔性 而悲惨的成为了毒品的奴隶 继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帮助戒毒人员走出毒品的魔掌 这是家庭和社会的共同义务 让我们一起努力帮助他们 监督他们 也关爱他们 让他们早日摆脱毒品 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